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蔫花惹笑 播讲 一刀租租一种侃侃 后期清雪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八百四十六集 得不信 借我读 一个兄弟紧皱眉头 将刺进手臂的毒箭拔出 凤九儿闻声往后看了一眼 他轻声一跃 跃过众人 来到受伤兄弟身旁 御指落下 在兄弟剑伤四周点了几处穴道 他掏出药丸塞进兄弟口中 针包一翻 凤九儿手持几枚银针 转眼落在兄弟的手臂上 九儿小姐 不必管我 兄弟咬着牙 低沉说道 要来一起来 要走一起走 别废话 一刻钟之后 再将银针拔去 方可保住你这条手臂 凤九儿的声音刚落下 不远处就有兄弟中箭 他不加思索 立即过去施救 毒箭依旧刷刷的过来 数也数不清 究竟是谁提前知道他们会沿此路离开 设下的箭阵暂时还不得而知 看着受伤兄弟漆黑的伤口 凤江忍无可忍 策马转身往回 赵哥 九儿 只留下一句话 他便离开了 凤九儿不是不担心凤江 但现在他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去担心呢 眺望了过来的队伍一眼 他总算是安心了些 来人是大皇兄 至少他不会对三皇兄怎么样 可大皇兄为什么要对他们放毒箭呢 凤九儿真的想不明白 难道毒害二皇兄嫁祸九皇叔的人是他 虽与大皇兄相处的时间不多 但他为人憨厚 一向只做事 不说话 凤九儿看不出他会做出这种事情 情况危急 容不得凤九儿多想 他现在只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保住这些为了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凤江的出现 拦住了靠近的队伍 为何要对他们奉毒箭 凤江怒视着凤锦 沉声问道 凤锦对上凤江的视线 醋了醋眉 似乎才看出了什么 你一直和九儿在一起 凤锦的声音带着怒气 你知不知道 狠狠呼出一口气 凤锦没有将后面的话说下去 回去 瞪了凤江一眼 凤锦沉声命令道 凤江却没有领情 依旧挡在凤锦面前 为何是毒箭 九儿还在里面 你真的忍心将他杀死 我不知道什么是毒箭 二弟依旧昏迷不醒 父皇让我带北牧国之人回去治罪 凤锦低沉的声音响起 看见九儿就在北牧国人之中 你居然是你毒箭 凤锦越发愤怒 凤锦往前面的战圈看了一眼 谋心紧皱 该死 他紧握了握拳 不理会凤江 驾马前行 我不知道什么毒箭 我们的人刚赶到此处 九儿是我皇妹 我怎么可能向他放毒箭 话还没说完 凤锦驾着马 狂奔而去 使兵保护好公主 是 听见凤锦的命令 所有士兵手持战马往前冲 凤江只是一愣 也转身跟上 在凤锦带着队伍靠近之时 射过来的毒箭也弱了不少 最终停了下来 木木和龙衣骑着马往回时 看见自己的兵队已经被重重包围 龙衣 就和头发肯要回合 随时准备离开 木木看着龙衣命令道 可是 可是王爷的 龙衣看着战圈 凑了凑眉 快去 兄弟们能不能却身而退 就在你一局了 丢下一句话 木木驾着马往回 龙飞十二骑 向来只听从战青城的话 但木木不可能扔下战青城和凤九儿 只能让龙衣先行离开 坐在马背上的龙衣纠结了片刻 牵紧马绳往另一边飞奔而去 九儿 跟大黄兄回去 凤锦坐在马背上 看着人群中的女孩 凤九儿 在给最后一个兄弟施针之后 举步往外走过去 战青城骑在马背上 在凤九儿身边经过 大掌一捞 让他稳稳落入自己的怀中 马匹继续往前 摇到兄弟们面前 面对对方领头的凤锦 九儿 跟大黄兄回去吧 莫要让父皇生气了 凤锦的声音继续响起 大黄兄前来 就是为了让我回去 凤九儿 目视凤锦 轻声问道 父皇有令 除了你 还要将北木国的人带回去致罪 凤锦手持长矛 看了战青城一眼 醋了醋眉 感觉到身后之人的气息沉了几分 凤九儿轻轻握上了战青城的手腕 是为了二黄兄中毒之事吗 看着凤锦 他继续问道 正是 凤锦一脸凝重地点点头 二弟现在还都昏迷没醒 九儿 你不惜违抗黄命 与这些戴罪之人离去 究竟为何呀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根本不可能给二黄兄下毒 凤锦儿浅淡了一口气 摇摇头 父皇和大黄兄不分青红皂白 向我们放毒箭 要是我们真的跟你回去了 还有可能离开吗 毒箭并非我所为 凤锦沉声回应 只是 箭是我放的 突然一个身材高挑 身穿黑色悬衣的女子落在凤锦面前 韩颖的身手极快 她的出现就连凤锦儿都有点惊讶 北牧国之人 胆敢在我凤族皇宫 毒杀凤国皇子 还与他们废话这么多做事 给我上 反抗之人 格杀勿论 韩颖冷哼了声 用力一挥手 是 翅尾一口同声回应 手持长矛 往里靠近 公主还在队伍中 你们 凤江的话 并没有人能听见 他脸上的人皮面具还在 凤族的士兵 定然不会听从一个陌生人的话 哪怕是凤江表明身份 这里的人都不会听他的 在场的 都是凤苍穹的亲信 听从韩颖的 一定比听从凤锦的还多 怒吼声响起 大战一触即发 兄弟们 杀出去 我们北牧国人 也无需和他们凤族人 废话这么多 小牧手持银枪 率先往敌方冲过去 他似乎忘记了 他的老大 事实上 也是凤族人 杀 兄弟们 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 如同他们手中的兵器一般锋利 等了这么久 盼了这么久 这避免不了的一战 终于还是来了 在场的人 哪怕是面对着 比自己兄弟的人数 多出几倍的对手 也没有一人的脸上 有畏惧之色 凤江还想要阻止 却也无能为力 他坐在马背上 看着交战的双方 谋色越发深沉 嗨 亲爱的苏唐们 我是一刀苏苏 2019主播榜单 就要出炉啦 在27号之前 每天都可以抽卡投票 也感谢大家支持我 为我投出的每一票 爱你哦